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 红军时期除了红军三大主力之外,还单独有一支部队,那就是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 其实有人说红二十五隶属红四方面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红二十五军,最早创立,是1931年10月,安徽近寨,军长,邝继勋,政委,王平章,当时指辖一个师妻三师,师长,刘英,政委,吴幻轩。 1931年11月7日,在湖北黄安七里平,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合编为。 红四方面军,随后红二十五军,先后组建了七五师,与七四师,1932年11月,红二十五军七十三点七四师,随红四方面军向穿闪转移。 留下的七五师和晚西部分红军为基础,重建了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序列,军长,吴幻仙三十五年牺牲,政委,王平章三十三年牺牲,第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大将,政委,待继英开封市委书记,第七十五师,师长,周西远,政委,高靖廷,三十九年被。 伟高靖廷三十九年被错杀,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整编,军长程紫华,政治委员吴幻仙,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待继英,红二十五军随后参加长征。 红二十五军长征北上,七五师政委高靖廷,奉命重建红二十八军,后红二十八军编入新四军四支队。 1935年9月,到达陕北苏区,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后编入红一方面军,红军十五军团。 序列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紫华山西省委书记,副军团长,刘志丹,三十六年阵亡七三师师长,张绍东,三十八年叛变,政委,赵凌波。 晚南事变中被俘后叛变投敌,七五师师长,陈锦秀,三十八年牺牲七八师师长,韩。 先处上将七八师,是纯红二十六军的部队,七三师和七五师,是红二十五军为主体的部队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成柱,后组建的红二十五军,可以算红四方面军序列, 但从未受红四方面军领导,所以军事把他独立出来。